近日国内排超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举办当中 由于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的表现不够理想 未能入选国家队的球员也渴望通过新赛季的表现 赢得主教练蔡斌的认可 如今在排超联赛中各支球队也都经历了此前的磨合适应之后 大家的比赛状态越来越好 也能够反映出各支队伍在本赛季引员补强之后 整体实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所以说在本赛季的联赛中打出了不错的水平 联赛质量也有明显提升 大家对于中国女排更加充满了期待 本赛季通过高水平比赛保持好状态 也能够确保国家队的球员 在国际比赛中打出更好的成绩 不过从本次是排超联赛来看 尽管说今年放开了外援政策 但是依然没有球队能够对天津女排形成威胁 今年排超联赛的冠军不出意外 还会是天津队的 与此同时全明星赛也将会在赛季中间进行 近日全明星赛的投票已经正式结束 这一次看似是一个创新性改革 采用了教练道队员都用投票的形式产生 感觉非常公平 但是这其实酿造了更多的不公平 甚至暴露出了女排联赛的好几个弊端 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这个联赛根本无人观看 中国女排在中国体育中享有重要地位 球迷也非常大 但是大部分球迷只是观看中国女排征战世界大赛的比赛 甚至只观看奥运会以及市井赛这样的大赛 连亚洲级别的赛事都很少观看 而目前国内的排超联赛更是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电视台转播少 收视率也很低 导致大部分女排运动员收入很低 于是在结束国内排超联赛后转战一些更为低水平的联赛打球 来维持自己的收入 这就是目前国内排超联赛的状态 通过这一次的投票活动就能看得出来 不少球迷不看女排联赛的比赛只是在下投票 目前女排联赛共和国和位置的票王已经产生 大部分的文职没有太大问题 比如说主攻和副攻方面都是天津女排的队员 李盈莹和王源源当选了票王 李盈莹已经成长为国家队 主攻位置挑大梁的人物 在天津女排也是绝对的核心 在2020年崛起之后 目前的李盈莹已经迈入世界超级主攻行列 在明年李盈莹很有可能会担任朱婷的对角主攻 而王源源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也完成了蜕变 虽然在世界赛场中王源源还不是顶级复攻 但是在国内联赛 王源源的水平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在接应和自由人两个位置上 龚翔宇和杨玉宁当选票王 杨玉宁是本赛季表现最为出色的新人之一 因为当选票王毫无疑问 至于龚翔宇依然是国家队首发接应的第一人选 目前国内还没有接应能与龚翔宇比肩 接应位置一直也是中国女排的短板 虽然龚翔宇和欧美暴力接应相比还有所差距 但是龚翔宇更适合目前国家队的战术体系 所以龚翔宇当选接应位置上的票王也是众望所归 但是在关键的两个位置上 票王的选择却让球迷们感到吃惊 首先就是二船位置上 丁霞成为票王 不得不承认丁霞有着很高的人气 丁霞是东京奥运周期主力自由人 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 在关键时刻能起到稳定军心作用 但是目前丁霞赢34岁 而且在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丁霞根本没有出场任何一个比赛 基本上处于半退役状态 他的重心也不在赛场上 尽管全明星赛是一个表演兴致比赛 但是更应该选择一些联赛有着良好表现 良好竞技状态的球员入选更为合理 丁霞如今能够当选票王 也体现了目前中国女排球迷根本不看联赛 看到丁霞的名字直接投票 根本不知道他没打今年的联赛 而本次也是也是第一次采用投票的方式 选出全明星赛两支球队的主教练 王宝泉当选排在第一位毫无疑问 无论是从执教能力还是执教资历来讲 王宝泉都有资格 毕竟天津女排在联赛中走到现在 没有丢掉一场比赛 但是关键是排名第二的教练 让球迷们感到难以理解 她是来自河北队主教练王斌 本次国家队主教练蔡斌的落选让人感到意外 要知道在去年全明星赛 蔡斌率领球队还击败了王宝泉所率领的全明星队 两个教练可谓是强强对决 但是本次蔡斌却意外落选 反而河北队主教练王斌成为第二 让球迷感到可笑 河北队在本次排超联赛13场比赛中一场没赢 一共就收获两个积分 不是说王斌能力不行 因为河北队实力不行也是一个很大原因 但是把排名倒数第一球队的教练员当选为全明星教练 这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所以说本次这个投票整体来看还是有失公平 还不如直接选择来得痛快 对此球迷们有什么样的看法